Hello,大家好,我是Tiffany,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又是一集劝退视频 因为我在留言区还是看到了有很多的小伙伴们 他们向我咨询问问能不能去悉尼、墨尔本 或者是布里斯班这三个城市去读一个 排名非常靠前的一个学校 在看了这些留言以后呢 我就觉得我真的是非常有必要来给大家做一个科普 并且来跟大家揭露一下就是很多留学中介 还有一些悉尼、墨尔本、布里斯班的学校 都不敢跟大家讲的一个事实 那就是其实如果你的研究生是读的 悉尼、墨尔本、还有布里斯班这三个城市的大学的话 你是基本上没有机会移民澳大利亚的 首先我先和大家讲一讲我为什么会这么说 澳大利亚的移民是打分制的 而且很有可能你所学的专业 根本都不在澳大利亚的移民列表上 并且在澳洲的各个州 他们对于新移民的这种打分的政策也都是不一样的 至于你这个分数的来源真的就是包罗万象 比如说大家的年龄会成为打分的一部分 像20岁到30岁的人可能就是比40多岁的人 他打分的分数就是要高一些 那其他可以得到分数的途径 包括了你的英语成绩 你有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你最后的学历 这些都是可以成为你的一个获取分数的来源的 那我今天还要和大家重点的讲一讲 澳大利亚的这种主要的悉尼、墨尔本这种大城市 和偏远地区的城市之间的打分的差异 究竟可以差到多少 像悉尼、墨尔本和布里斯班 他们是澳大利亚最大的三个城市 像这样子的三个城市 没有任何的地区是在偏远地区的范畴之内的 所以他们的打分比起全澳洲的其他的城市 还有地区都要严格很多很多 为了方便大家的理解 我来给大家举个例子好了 经常看我视频的朋友们可能知道 我之前的研究生是在澳大利亚的塔斯玛尼亚大学读的 读的是会计 我的本科是在澳大利亚的悉尼大学读的 读的是经济 当然了我读本科的时候大概是七八年前了 那那个时候对于想在墨尔本 或者是悉尼走独立技术移民的会计的学生的话 需要的这个移民的分数 大概是65分到70分之间其实就可以了 我刚才去澳大利亚的移民官网上看了一下 现在对于会计这个专业的毕业生的要求 已经提高到了85分 才有机会获邀 那最后呢达到的分数应该是需要90分到95分 这样子的一个水平 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高的一个分数 而且呢在澳大利亚还有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潜规则 那就是在澳洲这边呢 其实对于本科的认可度比研究生要高很多 所以我本科的学校比较好 才有机会能够被大公司看到 至于这个研究生的话 其实大家都知道只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一个文凭而已 很多的企业呢并不会去专注于Cony研究生读的是什么样的学校啊 企业也不想花了那么多的时间 还有金钱去培养一个人 然后到最后他没有办法拿到绿卡 导致呢他最后要回国 这样子呢对企业来讲的话 都是一个很大的人才流失 所以作为留学生 如果大家既没有PR 之前又没有任何的相关工作经验的话 在澳大利亚是基本上不可能找到这种全职的工作的 所以我一定要在今天的视频里劝一下那些想要去悉尼摩尔本 布里斯班这三个城市去读硕士的这些朋友们 就是大家一定不要去为了读一个这种所谓高大上的名校啊 就耽误了自己想要移民的大计 大家一定要清楚 为什么要花一个大几十万去澳大利亚读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硕士 真的是为了赢得一个这种虚名吗 还是说你是想为了自己的人生好好地奋斗一下 如果是后者的话 我觉得大家一定千万不要再迷信这种名校了 那我知道看我视频的有很多观众呢 都是一些比较年轻的朋友们 那你们的生活的圈子呢 可能都相对来讲比较的单纯一些 还没有经历过就是社会的一些真实的这种毒打 尤其是在你以后进入社会 可能会面临着这种被老板要求去做一些这种996的工作 然后要毫无原则的就是去给企业做牛做马的去加班 这种事情都是非常有可能发生的 那我觉得有一张澳洲利益卡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呢 就是在你厌倦了这种生活以后 你有你的底气可以将你的辞职信痛快地甩到你的老板 或者是你的经理的脸上去跟他讲一句也不干了 我觉得这种可以随时随地想要辞职 去选择自己想要追求的生活的权利的 贿赂的话真的是对于这些年轻的朋友们 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一件事情 好接下来呢我想在视频里来回复一下 启发我做这期视频的一位学妹的留言 这位学妹的留言是姐姐你好我是女生 请问本科一本商科会计硕士小润 目前均分90目标是墨尔本大学 请问该学校有方便拿PR的专业 且和我本科经历挂钩的吗 请姐姐推荐指导一下 谢谢啦新年快乐呀 也祝你新年快乐 虽然说的有点晚了 那我相信通过我刚才在视频里讲到的一些内容 你现在应该已经对于这个澳洲硕士的一个功能性 有了一定的了解 那之前的话可能如果放在16年15年 那个时候我可能会觉得说你的成绩那么好 你可以去拼一下去读一个墨尔本大学 说不定以后有机会是可以留下来的 但是现在呢我完全完全不推荐你去悉尼墨尔本这种大城市去读书 就是我觉得真的就是一个浪费钱的这样子的一个选择 因为其实你本来就非常的优秀嘛 你读的是一本的学校 你本科的学校的话 基本上就可以在你所在的地方 就可以秒杀很多人了 我觉得如果你是想提升你自己的本身的学历的话 你在国内的考验的话 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那问题就出在了你的选择是你想要润到澳大利亚 所以我给你的建议就是我不推荐你去墨尔本大学读书 如果你想要来澳洲移民的话 我还是推荐偏远地区 因为其他的城市的话真的就是又浪费钱 又浪费精力又浪费时间 不如就是来偏远地区读一个硕士 然后移步到位拿到绿卡 然后我对其他的偏远地区并不是特别的了解 我自己是在塔斯玛尼亚大学读的会计的硕士 但是因为你的本科就是已经读的是会计了 所以会有一个重复入读的问题 但是塔斯玛尼亚大学它有一个学科叫MBA 然后在MBA下面又有一个会计的这样子的一个major的分支 所以我就建议你的degree选MBA 然后你的major你就选professional accounting 当然了最好的情况是你能在澳洲读研究生的期间内 可以把你的澳洲的注册会计师CPA或者是CAA考出来 这样子的话 即使你在毕业以后没有相关的会计的工作经验 也能够被一些大的公司看到 从而帮助你找到一份和会计相关的工作 好那我来总结一下 既然呢你已经明确了你来澳大利亚的目的是为了拿到绿卡 是为了RUN 那就不要听信一些国内中介他们的一些建议 就是去读一个这种八大名校 有这种名校的情节 一定要明确自己的目标 然后每一步都按照自己的计划去走 才有可能有一个比较顺畅的未来 好那希望呢你今后可以留学顺利 然后有机会的话 希望可以在澳洲见到你 好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点赞留言订阅还有分享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